歡迎何眼思上來熱鬧樂壇 哈囉 姐姐 你好 奶奶 你好 Woody 你好 對上一次派歌都兩年前 因為中間要生產 生產 生產 當然今天過到我們青春樂壇 當然不是說親子事 她反而以一個製作人 和創作人的身份上來熱鬧樂壇 在這兩年除了她生了嬰兒 身份不同了之外 亦經歷了疫情 在疫情下 這個女兒懷著肚子 都很學不倦 她上網學習 上網學音樂 製作 不單止 這個課程挺有趣 我猜聽到的朋友 甚至行內的很多獨立人 都可能有得益 你是讀甚麼 其實這個課程是 West Hollywood一間音樂學院 課程名叫Artist Producer Entrepreneur 他除了教你做一個藝人 自己的形象 或者如何製作一首歌 作歌之餘 他都會有少許音樂業上的東西 其實主要是美國行內的一些法律 只要如何經營自己 你想想現在很多都是獨立人 經營自己的IG 首先看著戶口有多少錢 去做歌 其實他除了做音樂方面 還教你如何市場 很全面 他們的課程有甚麼例子 是用甚麼歌手或藝人 其實是依照你喜歡甚麼藝人 我自己很喜歡Ariana Grande 還有Mariah Carey 他們會叫你重複 其實這些人喜歡Mariah Carey 喜歡甚麼藝人 再考慮他的家庭的影響 那他和你一人一人一人 有一部份是一人一人的 如果有些叫Elective 跟大學的課程一樣 但大部份都是一些群組學 挺有趣的 是讀多久 讀一年四個季節 你可以分長一點去讀 我剛好疫情的時候 就讀了四個聲音 你感覺到我好像很慶祝 對 今天立即出去播 姐姐 但你覺得最受用的 讀完之後 我真的從這方面轉言多了 或改變多了 剛才我們聽到如何市場 會否在社交平台上的形象 甚至如何計劃自己的音樂道 我覺得最有用對我來說是寫歌 因為以前我只會用鍵盤寫歌 尤其是在疫情 其實你不能跟其他人啟動 或是在網上啟動 反而我覺得自己在電腦上 所有的音樂器都可以按出來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開啟的經驗 即是製作上的東西 對 其實它有三個不同的程式 讓我學習 我選了一個A字頭的程式 這就是比較多電音人玩的 我就覺得很興奮 很有興趣 很多時候這些課程會有實習 我懷疑你在LA那邊 學院會否已經安排了一些 我其實認識LA的某些製作者 你們這些功課 介紹給你 我隨便可以傳給他們 有沒有這些呢 其實真的有 因為我是網上讀 但他會有一些課程 你可以自己選擇去見一些製作人 我有一個Sam 就是跟一個製作者上課 學習混合 其實他在自己的工作室 有幫過Black Eyed Peas做歌 我都覺得很興奮 另外我試過見過一個寫歌的人 是專門要報名上去看證 但他就是之前Bidney Houston Run to You 寫這首歌的作曲人 即是為何是一個工作人員 你有事就問他 或者你寫了一首歌 你可否幫他收拾一下 給他一些意見 沒錯 像以前大學 你要上去敲別人的教授們 這個課程一年就完結了 你這首歌The Right Kind Time 是否當時也是一個功課 其實我們每個星期都要寫一首歌 曲詞編監 都要全部錄 這首是其中一首最後的一首歌 即是整個課程的最後一首歌 他給我的名字 即是inspiration 就是如果你還有六合彩 你會怎樣 其實這首歌的英文詞 有兩個英文詞 是我本身的demo詞 我發覺我會去買很多東西去旅行 但最後我發覺原來最重要 都是跟家人一起做我想做的事 所以就是Right Kind of Cool 畢業功課 現在就進入這首歌了 今天有何硬絲的The Right Kind 作曲方面有何硬絲 填詞找到黃樂儀的編曲有JNY Beast 監製亦有JNY和何硬絲 我們所有人都是獨一無二 One of a Kind 不需要被第二個人影響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的內涵 我們自己的修養 會帶到你去真正的道路 On the Right Track 今天有何硬絲的The Right Kind 既然是功課 想先問當日日文功課的分數是怎樣 GPA是多少 它沒有的 基本上如果你是很努力做 它就會給你一個A 它是看你的努力 因為音樂這件事都是比較主觀 所以只要你努力 它就會給你一個好的分數 但它們應該都有些Marking Scheme 譬如你說沒有的 完全沒有 它是到尾的時候才有個Grade 但那個Grade也是很隨心的 很藝術家 那你是不是全部都A 都可以 那你的同學呢 有沒有一起聽大家的作品 會的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上課一起聽大家的作品 其實甚麼風格都有 有些是Rapper 有些是alternative 有些是Bang 甚麼都有 所以真的很難去比較 國家方面 是否有甚麼地方人會參加 其實美國人比較多 又有內地人 又有瑞典人 但主要是美國比較多 那你這首歌有沒有給個 Lecturer 或者你說剛才看證的時候 給當地的Producer聽過 作曲人家 Run to you 沒有給Run to you那個 但我有給個 Producer 剛才是Black Eyed Peas的那個 有給他聽過 他都會一直指導我 做一個展示的時候 每一步都有少許調整 已經被人調整過 對 但出門的版本是JNY監 和他編的 那怎樣聯絡JNY JNY會不會跟你說 你為何不在LA JNY也是網上課 其實JNY也是網上課 找他 其實我沒有跟他合作過 之前試過IG的時候 他有個合作 我自己邀請自己去 作多兩句 自己邀請自己 他邀請別人 我就自己 我來 就參加了 之後就追蹤了大家 之後去到這首歌的合作 我自己找他 問他有沒有興趣 他好像現在也在 對,剛才是IG 不知有問題 Hello 這首歌的Demo 也挺完整的 你也有跟我們分享 不如我們先聽這個Demo 好嗎 就是這份一年課程的畢業功課 大家都聽到 英文的歌詞很容易唱 也會很快進入這首歌的狀態 至於要再製作的時候 我想這份功課交給監製JNY 是一個難題 他在IG上剛才也說 其實這首歌已經很好 這個Demo 因為他太可愛了 怎麼可以製作 不如馬上打電話去問他 怎樣跟你合作吧 你好,JNY 你好 你好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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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正在乘車 我現在在地上 我想問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已經說那麼好聽 那Demo 如何再幫Stephanie 在後期製作這首歌 我想最主要是我覺得 最初是覺得節奏可能比較慢 所以我第一件事是 我記得開會的時候我們聊的時候 不如我們做型一點 或者做快一點 然後把整個歌加快樂也挺多 我記得是 對,因為我自己寫的時候 我覺得是好像… 因為在家裡的感覺比較多 也希望把這首Demo和POP拉近一點 所以JNY就給了這個推薦 我覺得最後也很棒 還有最不同的是後面的Ultro 之前是升半度還是升一度 有Ultro之後 就是Current和Modern很多 那你自己的唱歌 那段JNY怎樣跟你合作 可能配上廣東歌 這個笑似乎有些東西 你說吧 究竟那時他卸貨沒有 卸貨沒有 你講吧JNY 我覺得我們錄的時候很好笑 因為同學的錄音 是很搞笑的 因為他長期按摩 我跟他說不如我們嘗試SWAG HIPHOP 然後他就很誇張 做那些真正前HIPHOP 我們花了一小時 在裝T-Pane 然後在裝Rapper 然後開Auto Tuning 然後最後我記得 我們有唱了一些海傳音 是超高的 有用的 在Ultro上 上升了好像兩個八度 高到T 但聽不出原來是人聲 我剛才說高到像一個電子合飾器 對 但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有這麼爽快的時刻 才會把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或者會把平常外出的東西出來 所以錄音的時候 算是半玩半試的可以撞出來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玩的 但也撞到一些厲害的東西 那次是好玩的 好啊 多謝你GNY 不阻礙你 坐車 謝謝 繼續在IGLive聊天 謝謝GNY 亂入了GNY 聽到你們的氣氛 很開心 跟讀書交功課的氣氛 完全不同 對 我覺得這次有這樣的合作 令我覺得原來我們錄音是可以這樣 這麼分 對 我們弄了T-Pain 即是自動調節的聲音 就是這樣 T-Pain Chris Brown 那些感覺 但又撞到一些 我們最後用到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可以接下來的合作 也可以在這樣的模式 有更多分的元素 一年中有多少份功課要交的 那時候嗎 每個星期都有 每個星期有十幾二十首 十二十首 也有節奏 但我想至少有二十首 那你未來真的有很多歌曲 一首一首一首 那不是首首歌 我都覺得可以出街道 有些真的會交功課 對 但我覺得那時候他給了一個很好的提示 就是你要繼續寫 即使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都要先寫 你寫一百首 可能有一首是好的東西 那也要繼續寫 《戚餐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接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再玩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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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 來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